像是冬天 香港街头是到处可见 卖糖炒栗子以及烤地瓜 除了拿在手上很温暖之外 中医角度都是这些 适合秋冬的食物 还有被认为预寒的洋南包 一切是来自香港的报道 栗子放进杀货碎食的锅子 再加白糖慢炒 碎食把热力平均分布 炒上45分钟慢慢熟透 糖炒栗子跟烤地瓜摊饭 遇上寒流生意特别好 吃番薯保暖 吃番薯身体健康的 你是不是喜欢颠你到吃 是不是 还有会不会拿在手都觉得暖点 除了放在手上感到温暖 在中医角度 栗子也有补肾 衣脾胃 降血压和抗氧化的功效 而地瓜则是补需法 衣气力 健脾胃及长肾鹰 更有土人参的称号 又可以暖手 又可以吃得 每到秋冬香港街头随处可见 而且都同样是卖栗子 地瓜 以及盐焗鸡蛋 鸟蛋 是预寒的民间美味 当然也要注意栗子 地瓜 都属于高淀粉籽 多吃容易烧化不良 香港人冬天还爱吃羊男饱 有长肾 保养骨质 增强抵抗力及预寒的效用 跟台湾羊肉乳很香 但以羊腩肉为主 沾豆腐乳来吃 汤汁还可以煮蔬菜 几乎每家粤菜餐厅都卖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静华的报道 对